大龍年葉子薇將會給我感覺重新曝光 或是在大銀幕或其他想法的時候 你出來之前有沒有感受或是有一個心態 有人會怎樣看我 會不會這樣想的 Amy 會的 因為我從頭到尾沒有打算出來 我是打算出來見朋友 很開心 就是黃北銘 陳欣賢 陳建勳 許眷文 可能我以前是跟他們一起玩的 出來見他們 陳欣賢問我 你有沒有打算復出 我當時很可愛 很快就回答他 沒有 好像很傻傻的 沒有 我想跟你們玩很開心 我就已經足夠了 人生就是這樣的 一群這樣的朋友 玩得很開心 我沒有想過每天想要保持人的感覺 是想復出人 不是的,我只是喜歡做運動 就算我不出來見人,我也覺得我都要這樣 陳英健說,不是的,你保持得這麼好 你有沒有想過?我沒有想過 但我沒有說過 後來很多出來吃飯的朋友就說 不是的,你保持得這麼好,應該想想 想想想想之後,我又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計劃呢 那是不是真的有計劃呢?Amy 復出的計劃呢? 現在我也是戲癮的 是很開心的,其實拍戲我是很喜歡的 可能以前我拍的戲不太喜歡 但拍拍的戲我不是一定是拍三級的 我是笑戲、打戲,內心其實我也有 因為閉豪或者霞姐的夜生活傳奇 都不是這所謂的三級片 是的,其實我是挺喜歡的 我幸好很開心就是 我的角色,當初出來是三級 性感那些 但後來我拍的戲是有很多笑片 有很多另外 其實是不會定了你是那個型格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所以你就有個想法 想再做多些 在龍年裏面再做多些電影的事情 會是甚麼方向? 當然不是我一般現在 以前拍的戲路 我是想有突破的 還有一定有戲路給我發揮 演技給我發揮 我想問一下葉子薇 為甚麼這麼多人 叫做利有利 叫做三點進路 你一直都是守著這個底線 沒有不為所動過 是呀,我覺得沒有神秘感 我覺得是我的堅持 我覺得如果你做了之後 沒有神秘感 我自己也不喜歡 還是你接受不了 還是因為沒有神秘感 我覺得 我一開始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 我是不想令我自己 所定下來的改變 而且你一出來 是別人看了 我覺得不會有神秘感 但你拍的時候也很重要 要聊得很足 我差不多看 不是呀,有黏膠紙的 我連膠紙都看不到 但是又 真的黏了,看不到 要不然你以為鏡頭皺嗎 當然要做防備 傻 但是那些男對手 你覺得他比較尷尬 還是他比較尷尬 他比較尷尬 即是善立文 徐錦江 很尷尬 是呀 我知道 因為男生比較尷尬 為甚麼 你問一下男不男人 但你拍的時候 他們是很有禮貌 還是怎樣 你最欣賞哪個對手 即是跟你拍性感戲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部電影 我忘記是一部電影 那男生是不是 即是親吻而已,沒有叫你用舌頭,打劇,兩個都尷尬到不得了 真是搞笑,又再來過,因為就是這樣 26年來,譬如相處如何保持關係好呢? 是呀,我覺得很重要,我覺得有時候很多事情,不是很傷你的心 不是真的傷你的心,他不告訴你,知道都不要出聲 即是閉眼開,你又不去檢查? 不會的,大家都不會說,最討厭人們看對方的手機 我也覺得很好的事情,不要太緊張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間 他有給你很多空間? 初初不會的,初初太緊張了,為了這樣就是吵架 有時候認識五年便吵架,分開了,他又回來 他叫我求求我,因為他太緊張了 他可以在家裏偷聽器 那你就很生氣了 我不知道,嚇死我了 真是,喂,這麼可怕的? 他就緊張到我,連跟朋友聊天都想知道 跟誰 在家裏偷聽器,公司聽到我講話 多可怕,後期才知道了 我說這樣,我們很難相處 後來,原諒他之後,回來後 就開始很好,大家不要吵架了 喂,但為什麼你這麼堅持 一定要這麼多年經濟獨立呢? 我? 我覺得女人 甚至你們一起生活的時候 她住在你名下買的單位 你也知道的 每個人都以為是她的 喂,你這麼厲害 你很厲害 每個人都以為是她買給我的 但其實不是的,是我的房子 是啊 為什麼你不會有一個想法 始終女醫生都是有經濟 你不會依賴另一半的經濟 因為她的男人結婚離婚 是差一點的 我給了一半她的太太 連房子都給了她的太太 醫務所又給了她的兒子 我很有趣的 這裡是很多女人或者忍不住 覺得不開心 我又好在,我覺得沒有所謂 很多東西就是醫務所 她買了 因為她的兒子成交了她 做回穿衣 我覺得是對的 她供到美國讀完書 給了她的嘴 我覺得沒有所謂 但是你又不會要求 譬如,女醫生寫定的遺囑 她有什麼事就留給你 你不會這樣 不會,因為我們始終都沒有結婚 始終都沒有結婚 我不會這麼說 然後我覺得她對她的兒子 可能我經常覺得她欠了她的兒子 為什麼呢? 她是認識了我 不理她的兒子 變成她的責任 可能她覺得 沒有了以前做爸爸的責任 她對她的兒子要好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你要接受 否則很難在一起 2018年,女醫生突然 因為一個公幹途中 在日本就心臟病 有時突然離開 在異鄉離開 當時你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是彷徨的還是怎樣? 其實她之前驗身 是知道自己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那個心臟病,懂得開,不懂得生 即是已經覺得她是危險的 叫她開刀她就不開 因為如果開刀拿去臘骨 即是… 要解開臘骨 他就覺得自己是正醫 他覺得沒有了那個臘骨就不行 他情願找一個好一點的醫生 去吃藥控制 控制了十年 十年之後 其實每一次坐飛機 其實我都有心理準備 即是會想到 叫她小心一點 因為她有壓力 一坐飛機就有壓力 但她又要去工作 一年好像要去三次日本教書 是 她幫過日本的朋友 也是開脊椅的教書 她要去 我都覺得沒有辦法 所以就很有趣 臨出門口 有時候人生就是這樣 想不到 臨出門口跟她說 我走了 拜拜 見不到她 但是你收到消息的時候 你自己當時會不會很徬徨 突然好像沒有了另一半 不知道 我覺得是有心理準備的 因為她始終有心臟病 她姐姐不敢告訴我 一打給我 就說全部都在下面 我已經知道了 打給我 我現在上來了 在你樓下 我已經知道了 她姐姐在你家裡 對 姐姐妹 兩個姐姐去妹妹 還有姐夫 總之四個人 一上來 一上來 她就是害怕我受不了 要跟我說 如果說她昨晚什麼 我明天上來 她連她都不想我 一個人在那裡 害怕我不知道什麼 要是 立即上來 就立即說 怕我受不了那個壓力 你其實呢 我是有準備 但是始終都是 跟著跟她說話很堅強 我在她們面前 那一天 很堅強 跟著到 真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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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家走 就是 搞後事 不是呀 到大家 拜拜 就是我去家姐 跟我拜拜 跟著呢 我就抱著她們哭 我就忍不住 就算那個女人 怎樣堅強 都忍不住 明白嗎 始終你跟她相處了二十六年 她是你的人生的盤 是 她姐姐呢 就是 我當時是忍的 我是沒事的 忍的 誰知道她們拜拜 我真的抱著她們 然後她們怕我有事 她跟我姐姐說 姐姐 她說你看著Amy 她怕我一個人 怕我 但是 好在我 就是沒事了 可能我有運動 我有運動呢 我就覺得 令到我開心 沒有了抑鬱 接著我現在出來 我看到朋友 對我很好 你知道我最開心 就是現在 現在我最快樂 就是 我出來的朋友 對我很好 我真的開心得不得了 知道嗎 每個人都說 我人很好 我覺得人 只要你對人好 上天是有回報的 知道嗎 我現在回報 所有朋友對我很好 我現在是最快樂的 知道嗎 真的 真的 星光背後有我 葉梓薇 想聽足本訪問 請即上 881903.com 節目重溫